佛光照大地发誓买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为了要达成2050 近零碳排的目标 人间文教基金会 日前和环保署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政府和民间 携手合作 要将绿生活 推广给更多民众 环保署长佛光山住持 开心同台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人间文教基金会 将会携手环保署 一同魅相 2050近零碳排 因应全球老化气候变迁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要达成2050近零排放 策略上有一个 所谓近零绿生活 那这个跟我们佛光山 我们人文文教基金会 一直在推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佛光山长期推动绿色生活 这回和环保署合作 希望一加一大于二 号召更多人 一起从食衣住行 娱乐购等小地方开始 做环保 因为原来我们 佛光山我们的基金会 佛多纪念馆都在做这个事 我们也在做这个事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加起来之后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一加一大于二 环保的观念是每个人都要一起来的 因为它已经造成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佛多纪念馆一直以来都是在提倡 绿色的旅游 绿色的饮食 还有绿色的环保 还是回收 就是一直在经营一个绿色的环境 极能减碳永续环境是全民都必须共同努力目标 这回人间文教基金会和环保署签下合作备忘录 要一同为下一代留下人间净土 原来是台北高雄综合报导